一说到监狱 或许我们首先会想到电视剧里 那高高的围墙 阴森的环境 犯人穿着囚服被关在牢房里 监狱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在我们印象里 监狱是脏乱不堪的 但如果我说世界上有一座监狱 它的豪华程度竟然不亚于五星级酒店 惊讶吗? 但这确实真实存在 它就是位于挪威的哈尔登监狱 话不多说 一起来了解一下世界十大豪华监狱吧 挪威的豪登监狱 这里提供了宽敞的牢房和私人卫浴 其他还包括图书馆 厨房 攀员场 甚至是犯人专用的录音室 可以录点烙蛇歌 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这样的环境真的是监狱吗? 比自己家里还要豪华 突然有点羡慕那些犯人 苏格兰的HMP Eddiewell监狱 这座监狱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一座提供学习机会的监狱 每个犯人一周有40小时的时速 可以学习研究 以发展遗迹之长 让他们在出狱之后 可以重回适应文明社会 奥塔哥监狱只有一个出路口 并且设有通电的三栏和X光扫描器 也有手机讯号干扰器跟微波感应器 除了舒服的房间以外 他们也提供犯人像是简单的工程 农业和烹饪之类的教育 莱奥本司法中心 是一个法院与监狱的复合式建筑 监狱提供每个犯人私人饶饭 个人未遇和小厨房 甚至还有电视 设备则有健身中心 篮球场 户外休闲区域等 许多家庭 因为父母入肩服刑而破碎 小孩可能会被送给亲戚或社会机构抚养 但这个西班牙的监狱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让小孩可以跟着他们的父母一起生活 只要犯人在早晚点名都出席即可 沙多隆监狱位于日内瓦 原本是个人口过多 过度拥挤和脏乱而被检举的监狱 因为2008年众多的批评声浪 让瑞士政府决定要改变一下 2011年 日内瓦投入了约4000万美金来改造这个监狱 三人一间并且拥有独立厕所的环境 看起来相当舒适 甘地达萨监狱在印尼相当知名 提供了饭人像是冷气 冰箱甚至卡拉OK等设备 Javier Fusputter监狱是位于德国汉堡的知名监狱 经过2011年翻修之后 宽敞的牢房内提供了床、沙发和卫浴设备 犯人们还有洗衣机和小会议室可以使用 在索伦蒂娜监狱 每个犯人都有舒服的船店跟个人卫浴 他们除了可以上健身房 能到厨房开火 还可以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为了以防万一 监狱的每个地方还是都装了监视器 贝斯托伊是相当知名的度假监狱 放人在这能洗蒸气浴 游泳、网球、骑自行车、骑马、锤吊和滑雪 而且租的全都是小木屋 这里的警戒相当宽松 囚犯在这里要自行料理三餐 并且在农场工作 从中学习负担责任 或许这样的效果不错 因为这里的债贩率是全欧洲最低的16% 坦白说 就算监狱债豪华 也比不上自己家里舒服 各位记得珍惜在家的时光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帮按个赞以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